2023印尼羽毛球公开赛 昨天结束了第一个比赛日的争夺 国语战绩七胜二负 除了韩月 翁红阳分别不敌戴子颖 安赛龙外 其他场次全部获胜 包括混双三场 男双两场 女双一场和男单一场 比较有对抗的场次是混双奖位组合 他们2比1击败了松友梅佐记金子佑树 还有男单石宇齐 他2比1击败了黄志勇 国语完整赛国外协会场次中 焦点站陶天咸豆再次遭遇一轮游 本赛季参加6战比赛 5战遭遇一轮游 哎 感觉很难东山再起了 同兵相连的还有奥元希望 他因为小腿疼痛不得不选择退赛 马利斯卡0比2不敌星度 毕竟是积分最高的奥运积分赛 星度选择不滑水了 吴景威0比2马林 6月13日完整赛过 6月14日完整赛成PS 北京时间上午10点开打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